哈囉哈囉 我是慕尼 今天呢 是我們離去誰家第21集喔 非常久沒有做這個系列了 終於啊 讓慕尼在今天 2023年找到一個還不錯的房間要介紹給大家喔 那現在屋主呢 他有在開派對 有沒有 他就在上面 那我們一樣呢 先幫屋主把這個星星按滿 OK 那屋主的這個房型呢 他是我們之前的泳池房嘛 那我們就開始看囉 首先呢 就是你進來 左邊有沒有 這有一個聖誕樹 有沒有他會閃 而且呢 他有坐底下還有這個樹木嘛 所以呢 這個房間 目前 木泥看起來是非常的舒服 這應該算是我們離去誰家當中 一個以舒服為系列的一個主題喔 那我們就先看他的樓下嘛 走下去 有沒有你看他旁邊 很多這種藤蔓啊 燈的感覺 有沒有感覺很放鬆 那他的旁邊其實有放一個咖啡的招牌嘛 那我們就走下去 有沒有有沒有 屋主用了非常大量的這個綠色 有沒有 他連這個樓下 有沒有 這是一個咖啡廳的感覺 而且他上面還有這種懸吊的這種植物 我覺得很有感覺 你看我們可以坐在這邊 跟對面 欸來來 陪我一起喝咖啡 快快快 欸 他怎麼在我旁邊 一個壯漢 他會不會坐上來 來 我們給他3秒 3 2 1 好不好 不要 那我丟你一下 欸 我沒丟到 他跟我拟好 有沒有 你看他旁邊 還有做很多這種吊燈嘛 很有感覺 我覺得到這個地方 這個咖啡館啊 就會覺得非常放鬆 這邊的話就是櫃台啦 可以在這邊 跟他點咖啡之類的 有沒有 旁邊還有麵包機啊 咖啡機這些的 OK 那我們現在呢 就回到他的一樓吧 趕快走上去 來來來來來 重點是他下來的時候有用 非常大量的這種植物 其實有點像是綠建築的感覺 他只是弄在室內的 一般我們看到的綠建築不是都是在屋子旁邊 然後放了非常大量的樹嗎 這個屋主呢 他把很多這種 跟樹有關的東西 這種植物 都直接放到室內了 所以看起來是非常舒服喔 那我們就來去看他的二樓 走上去走上去 他是用一個滑雪道嘛 那我們趕快上去 有沒有 這個上面呢 就是一個可以放鬆的地方啦 他這邊有做這個釣椅嘛 可以在這邊這樣 蕩球前 釣椅啦 OK 他旁邊畫一樣還有這些樹這些 那這個窗戶呢 我覺得算是一個小巧思的部分 他這裡有跟窗戶做切齊喔 而且還放了一本書 有沒有 坐上去 就可以看書了 白日一山鏡 黃河入海流 有沒有 你就可以在這邊這樣看書 有沒有感覺 非常的有FU 那就可以在這邊這樣看室外的感覺 那旁邊的話 你會發現 欸 這邊怎麼有這種 樹 它上面居然有聖誕的這種感覺 對 這是屋主用的 很酷 那我們等一下會去室外給大家看 那我們就繼續看 這個一樓的表現吧 那一樓的話 走過來 有沒有 你看前面 欸 木泥這邊不是泳池嗎 對 屋主把它填滿了 而且呢 它加上了這種 瀑布的感覺喔 那下去呢 還可以游喔 那你可能會好奇啊 那可不可以釣魚 來 我們試給大家看 拿出我們的釣竿 好 開甩開甩 有沒有 還可以釣魚 就原本泳池房可能會覺得空蕩蕩的喔 但是它把 這個濃縮之後 就會覺得 欸 很有FU 很有意境 你可以在這邊繼續釣魚 大家就會比較靠近一點 不會原本都散散的 那這邊的話 它有這種 露營的帳篷阿 前面還有營火 有沒有 可以在這邊睡覺 釣魚 釣累了 就在這邊睡覺 有沒有 有沒有 旁邊呢 它有放這種小小的野餐盒 你可以在裡面拿東西吃之類的 OK 那我們再繼續看它的 左邊的部分吧 就是一開始路口這邊 那這邊的話 因為是韓文啦 但我實在不瞭解這邊是講什麼 那我們就稍微看一下吧 那左邊的話 就是有很多這種路燈嘛 那路燈的話 它上面一樣有放這種聖誕的點綴喔 雖然呢 現在已經不是聖誕節了 但是我相信 這個風格還是蠻稀有的 你看這邊聖誕的燈 它都直接在上面放上去 就變成很像聖誕路燈有沒有 那走過來的話 樓梯這邊也是有做這個小巧石了 有沒有像是那種藤蔓在旋著一個柱子上去的感覺 有沒有 這個樓梯 它各個角度都有做 感覺就很棒 然後會這樣一閃一閃的 我們繼續走上去吧 那上來的話呢 又是一樣大量的植物 走過來這樣 有一個步道 有點像是空中小步道啦 那這邊的話 應該是指引說我們可以繼續往前面這樣走 好 來走過來 那這邊的話就有一個椅子 我們就可以坐進去了 好 坐進去 來 出來 有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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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唉唷 這邊就是屋主的空中花園 剛剛那邊有點像是一個小步道 那這邊就是真正的空中花園 我們就可以走這邊這樣上去 然後這邊有屋主的獎狀啦 就是那個星星的牌子嘛 好 那我們就走上去 是一個木梯 木梯走上去呢 這邊有跟你講說這是出口嘛 那出口的話 你假如過去之後 就會進到原本的屋子裡了 但是呢 我們是要去看它的空中花園 有沒有 有沒有 超級大的 你們看 超大的 有沒有 很放鬆欸 我覺得這個房型啊 它這樣做出來真的是讓人家覺得很放鬆 有沒有 你可以到這邊這樣 喔 這邊還有這個給大家做的椅子 你可以在這邊 喝這個下午茶 看看這邊的風景 喔 但是看風景 木尼這附近只有山啊 要看什麼東西 欸 錯了 那我們把鏡頭帶到這邊 有沒有看到 有一個雪人 屋主在這邊做了這個雪人喔 那其實這裡的話 如果它把燈光調暗 應該效果是會更漂亮的 你看它這地板都有這種 落地燈嘛 探照燈的感覺 它會這樣營造這種風格出來啦 那旁邊的話其實 植物當中也有放一些路燈 這邊還有這種小噴水池 這種這樣灑花的感覺啦 所以算是很完整的 很完整的一個空中花園 那我們接著呢 就要去看這前面的這個雪人 來來來 我們過去我們應該過去 趕快趕快 來看這個雪人有沒有 它做的這個大型的雪人 它雪人的鈕扣它也有做出來喔 你看這兩顆黑黑的 它這兩顆黑黑的應該是用什麼圓桌做的吧 然後呢 它的眼睛啊 鼻子啊 都是有做出來 它可以給它做這個帽子 它有點像是小小的黑色的那個帽子 好就是之前慕妮說一個很漂亮的一個帽子啊 就那時候我蠻喜歡的 我找給大家看 我那時候有說 有一個帽子蠻好看的 來來來來 就是 欸 突然有點找不到欸 欸欸欸欸等一下等一下 讓我找一下啊 突然又找它的時候就找不到了 呵呵呵 我記得是 啊這頂這頂這頂 有沒有有沒有 你不覺得有點像這個 寄生紳士帽嗎 有沒有像 有沒有像是這個 雪人 它戴上這個帽子 有沒有黑色的 很像 呵呵 好那 你有想說欸慕妮它是不是只有正面 喔沒有喔 它後面也有 我跟你們說 後面來 它後面是不一樣的風格 有沒有 想不到吧 它正反面都有做 那這一面的話 這個雪人呢 它是有戴上一個聖誕圍巾的 喔 而且還會閃來閃去的 更酷了一點 喔那旁邊的話 還有放這個椅子啊 你可以坐在這邊欣賞雪人 有沒有 你可以在那邊看這個雪人 很多人可能會覺得 唉唷它可能只有一面 有沒有 屋主連背面都有給它裝飾喔 非常的不錯 好 那這邊的話 我們就可以看到 剛剛我們在 二樓的地方 不是從那個看樹的地方 朝外面看有很多樹嗎 有沒有 它這邊做的這個 掛具 都在上面 像這種路燈的感覺啊 還有這種聖誕節的 喔 屋主在這個樹的部分啊 可以說是花了蠻多時間的喔 他都把這樣弄起來 像是繞一圈 幫這個樹 穿上了一個聖誕心儀 喔 非常多喔 有沒有有沒有 超多棵這樹 他都有做 那另外呢 屋主在 右半部的部分喔 他其實是有做一個 類似給大家 溜滑梯的部分啊 喔 那我們也是玩一下 那基本上呢 我們只要把這個 溜滑梯的部分看完了 那今天 我們這個屋主 他的這個 泳池房呢 就算是正式的介紹完畢啦 這邊的話 有一個雪球可以拿 你可以拿在這邊有沒有 然後就開始 從這邊墊梯上去 溜滑梯 趕快溜上去 然後他會幫你一直船上去 你不用走 你不用走 你就這樣一直 溜啊溜 溜啊溜 欸怎麼有人跳下去了 就這樣溜溜溜溜溜 有沒有有沒有有沒有 有沒有到這邊 你就可以這樣滑下去了 那滑的途中呢 你還可以在這邊 丟雪球 看我跟雪球 誰比較快 雪球已經落地了 我還沒滑下去 有沒有就可以在這邊這樣玩 好啦 那以上呢 就是我們這一次的 你去誰家 第21集喔 是來到韓國的家 那希望大家會喜歡這集 那我是布尼 我們 下次見 大家 掰掰 猜大 比你還可以 他會有保全 有一個 我們 有一個